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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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陡官威的现象很严重 大到一些企事业单位小到一些学校学生干部可以说是很严重了 关于官器呢 曾国藩提出了一个观点说 一个人无论是发展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官器很重 那么他的发展一般不会太大 他说官器就是圆滑取巧 心窍太多 敷衍色泽 不能 富俱奸 单大难 这样的人呢 是靠不住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点 第三点是多条理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有一期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曾国藩的乡人数 其中一点就是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看一个人条理是不是很清晰 看他说话办事就能知道了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 比如说刨钉解牛 在外人看来呢 这头牛是很复杂的 然后打一个比喻哈 刨钉解牛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但是刨钉经过反复的实践 找到了诀窍 才能熟能生巧 总之呢 就是把很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这就是曾国藩认为的有条理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四点 第四点是少大言 大言呢 就是说大话 放空话 这一点呢 曾国藩认为这是文人习气 当然了 这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文人 他认为书读的多了 那些书生们自然会认为天下的事情都很容易 精神会 眼高 手低 大方言词 关于曾国藩的十二字 乡人 试人 用人标准 总结一个词 约翰觉得就是用心 不管是操守 还是语言 行动 甚至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都能够判断出他的才能大小 也能找到适合他的工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